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置业 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 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 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熄 从几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 一书内容传以事实为准成 几害年春夏之交 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百万港人上街抗议 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 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忽释警察濫权濫暴暴暴告 愤怒的年轻一代拼弃和理非以死相伏 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会游行 勇武抗争无日无之 香港政府是和 北京当局重欲养恶 波兰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 而此间反对派大路及斩路头角的少年英雄 争取国际奥援不违于力 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 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 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 倒行逆施 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 5月下旬 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 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香港本子由专权顺着暴政 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 香港的全族浪亡 缺于俄境 为了彰显公义 情前庇后 我们出版夏文二约 《上天旦夕》 从《己害事变》 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十六一书》 在当权者散改历史之前 将卖港权奸的范行记录在案 这是文明与野蛮 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 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 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 仍是《道德责任》的参考之了父 编著者 王毓民 毓民新书 《夏文二约》 《上天难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十六》 平装版及精装版已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全书四式印刷 516页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又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平装版每本港币$190 而精装版定价港币$280 多谢大家 第2节 关元之战 其实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记录 我们一看的时候 就发觉第一件事 那些军服很鲜艳 是 很漂亮 很漂亮 后面大家弄着这些旗 譬如我发给那些片段 你猜是不是真的这样打法 我说是吧 你看黑澤民到暖 他们都是这样穿的 但我的疑问就是 你这样穿不可能被人看到 其实关元是一个低挖地带 只是一个平原 基本上看守也没错 他也不是打暴击 一对一 就像对女 但我的疑问是什么呢 大家穿成这样 就像时尚表演 在幅图也看到了 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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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们这场战我都没有怎么打伏击战 是有伏击战的 但不是这样 他们现在就很 我看来这样就很仪式化的 是吧 可能打的时候等于还要报名 就是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大家才闇牙 他们布阵 基本上这次布阵 你看到两边对着布 就是你在这里 我看到你 我在这里 但是开始来说 关元之战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关西那边 关西那边 是占了地理先的 好 稍后我们讲讲这个东西大战 和那个背景 但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兵器的疑问 其实这场战役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刚刚在一个转折旗 它由一个在战国的时代末年 就是大家其实已经打了很多次了 就是很熟悉的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大家双方都没有了 是新兵的 大家都是一些很 久经战场的 本来还是朋友 本来还是朋友 有些是基督徒 就是大家对打 就是对打 就是对打一些 大家都是基督徒 有些就是以前 但是现在不是 所以是经过这个 就是征服 就是去打韩国之后 但是你比如说 那个兵器本身呢 不外乎几样东西 是 长矛 武士都 枪 箭 那当时的打法 就不像我们传统中国说的 那些说 就是大家持有个很重的 青龙掩蕭刀 像长矛 大家就这样看一看 我见到他就这样 那些ешь 就这样就抖一下 也就是用了 那些狼牙棒 这个狼牙棒 那些狼牙棒 那些 也就是无那些重兵器 什么 就像 acre坑 没有那些这样不流行的 所以我有个懷疑就是 就是这样去迈身打 是否很有效 好精彩呢 其实他由战国 由训长开始 一直发展到这个末期 战国末期 其實他們已經開始打到 其實已經不只是靠兵器了 已經是用火城槍 已經用火城槍了 當年信長對武田信元的時候 他們是用火城槍對他的馬鴿 就是那些騎兵 所以已經很成功 所以後期他們其實已經有大部分 很多時候已經是接受了火城槍的戰略 都未必用到那麼重的兵器 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的 火城槍的引入 亦都導致武士的地位衰落 因為武士的刀要練 火城槍就是一個農民都可以用 還有他們不喜歡用箭 對 不喜歡用箭 所以很多時候火城槍 其實已經影響了武士的地位 很崇高的地位 所以這個就是科技發達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還有大炮 但很奇怪 因為有大炮那邊輸了 另一個問題很有趣 他們有時裝表演 大家可以看到 凡是武士的大名 穿那件盔甲 很漂亮 還有一頂帽 每個人都很獨特 每個人都很不同 對 我想這個像時裝表演 比那次打仗 我就是證明他們有錢 這些武家又有錢 又有要求 以你理解他們 他們為何要搞得那麼多 他們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 其實日本人是很重的形式 這個形式是很重要的 他站出來 我是貴族 我是給你 那一本龍魂不同 他們真的要做些事情 如果他穿的東西都跟你一樣 他不是沒事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 還有 大明與大明之間 又要比平一下 你穿到這樣 我沒有來做得那麼差 你穿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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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到那裡 我穿到那裡 所以他們的 規格 唐規 每一件都有特色 很漂亮 但最有趣的是 他要製作角 有很多的 有些角 有月亮 還有很多形狀 有綠角 也有 有一大堆毛 一大堆好像射香牛那些毛 整個炸毛都有 那些頭盔很漂亮的 那打起來 會不會妨礙自己的視線呢 其實基本上他坐在那裡 不是 我看真的衝進去打的 很多大明都是坐在那裡 衝進去打的 不是很多 通常都是說 拿著一把線 你去那邊出 那邊出 那 但是 譬如說 他們去到這些 用劍這些武士 是 是不是真的去到那裡 戰場大家是互劈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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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基本裝備 一定有一把剃刀 剃刀 武士刀 兩把一長一短 然後有時候有些有功 有些沒有功 那其實 都是用剃刀先的 剃刀用完之後才用武士刀 那近身埋擊就用那支協刷 就是另一支短的把 所以 他們對武士刀的 那些兵法 那兵法的運用 是 就是有一種嚮往的 就是每一個大名都對武士刀 都有一種嚮往的 就算後來那些將軍 什麼祝利二滿 那些後人 都是對武士刀 有一種很崇敬的效果 就超越了實際用途 就是變成一種 就是 怎麼說 就是神聖的藝術品 藝術品 就是有時候好像 用來供奉多用 就是不捨得用 是啊 那但是你 譬如你看的時候 現在我們 譬如看劍術 它有沒有 就是殘留 那時候 上陣真的打很大型的 這些集體戰那種 的技巧 那裡 我始終覺得 我就不相信 你拿著武士刀 你對著 就是 一千上萬是有用的 不是的 你看看 他對明朝初期 打這個 那個戰爭 那時候 你見到他們 那些明朝士兵 都一刀一個 那些明朝士兵都走了 哈哈 那不用打了 打頭兩個 後人就走了 哈哈 就是你一刀下去 那人分了兩決 那後面那些普通市民 就怕了 還有他譬如遇到那些矛 他不是一刀可以 劈開兩決的 我想他不會 浪費時間劈尖 劈過人 不過奶腦劈尖 劈尖也斷了 因為他們 如果你有見過 香港人有很多 劍道協會 都有些市站 你見到他用真刀去劈 就是很大的棉被 就是那些籽 很輕手 好像很隨意 就劈開兩決 所以他們如果用普通的矛 如果那些木 如果不是太漂亮 應該都可以劈開兩決 我想那些漂亮的木 都可以劈開兩決 那一枝東西 如果你看那些漂亮的太刀 他們那種 就是它有一種很韌性 就是它下去你的身上 它是很柔軟的 它可以貼著下去 就是它不會 如果你知道是硬的話 太硬的話 沒有什麼韌性 你的金屬撼在那些硬的地方 就會噴彈出來 它那些不是 它的槽是鋼 就是很漂亮的鋼 但是它真的有柔軟度 它落在你的身上 它沒有反彈的效果 它有一種很貼身的 拖下去 而且會將你的骨頭 一直拖開 變成很實際 還有它的刀那種圓潤 就是刀到中間的位置 那個肥皮的效果 它是很自然地 將你的身體的纖維 骨頭 就自己迫開 它自己迫開了它 因為你的速度 令到那些肌肉自己迫開了自己 所以它跟傳統中國兵那些就不同 傳統中國兵那些就不同 傳統中國的就不是說 一定要戒開來 就是撞傷 中國呢 你想想我們譬如那些 鬱磁勁弓 鬱磁不磁弓那些 它只拿一個黃金筋 有幾百斤的 是吧 它不是技巧打死你 它是重量打死你 那變成 大家練武的方向不同 日本練那個就是 它練一個靈巧 而中國很多時候就是 練一個重擊的方式 那兩樣是不同 OK 好了 整件事 可能大家有參謀一套戲 但是我覺得 套戲本身似乎都反映不到 那個真實打的情況 第一件事 因為馬就不要被它受傷 對 撞來撞去 我看到 撞來撞去 如果你好像信長當年打武田信元 那些馬要撞到那些毛 這樣就死得了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從這個規格 就是 你看完這場上 你知道為何要打男人 為何要打韓國 是 因為不打人 就自己打自己 是 整件事就是為何 就是 封人手吉 我想通了 為何他 首先要打韓國 跟著要打中國 是 因為如果不打的話 日本有那麼多武士 是 就一定自己內訌 不是太多職業武士 太多職業武士 太多職業武士 而且他死記都死不完 就是你看他 哇 大家都埋身 那些肉 因為歷史上有多少 埋身的肉搏 就是大家都打 就是打的好像不容易 大家 所以日本去到二戰 他們仍然離開不到這種 就是白人戰的心態 就是很喜歡跟你打 那些肉搏 你遲些我們要講過 1905年那個 跟俄國佬打的那場 是 衝上山那裏 不斷衝 就是死幾萬人 就是就這樣衝 死幾萬人都要衝 死也要衝 所以日本一定是人口 就是相當之多 如果不是 我想不是 小聲八八 如果不是 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Anyway 這場戰役 對日本的影響很大 影響很大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 基本上是不止於日本的 如果這場仗 如果不是德春家康贏 然後日本再不鎖國的話 其實我幾懷疑 然後會打滿清 即是很早 很早去打 很早去打 不會遲到在這個 十九世紀末 因為他打這場仗 德春家康就開始鎖國 鎖國之後 他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日本的社會很穩定 還有呢 剛才你說的 那些武士開始沒事做 每一做呢 大家就好氣 然後就可能有些夜生活 有些不是好氣 有些是因為 你打完之後 很多以前的大名死了 跟著自己的老闆那些武士 都是職業軍人 這班職業軍人 那個老闆輸了 自己又不能死 但是呢 因為沒有了老闆 自己的工作也沒有了 那些武士又不懂耕田 就知道什麼 也不想耕田 也不想耕田 結果這班武士 一是成為浪人 就是搞亂社會 一是呢 就是 就是 為了自己的那個 那個聲譽 那個名譽 那個安德 就跑去 跑去 撤福 如果你有看一部電影 就叫撤福 整部電影當然叫撤福 就是那些武士 落爛了之後 用撤福 來威脅一些 當時的地方官 希望拿回一些錢 如果你不給錢 我就在那裡撤福 那些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 日本的 Yashuka 是黑社會的初型 是啊 這麼說 所以這個 對日本來說 一個很 改變了 日本歷史的一個 戰役來的 其實 他當年的武士 那種職業軍人 到最後 後來 到天皇後來 解除武士那個令的時候 其實他們 日本 由這種武士 一直脫離到 比較接近現代的制度 其實他們付出了很多精英的命 是啊 很多 但是也奇怪 就是他們沒有打幾百年 幾百年 都二百多年 跟著一打回的時候 又是放在那裡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如果你給中國人 如果沒有閃過兩三代 差不多 八旗兵很明顯 對 初頭進來就能打 對 八旗兵之後就能打 八旗兵之後就能打赤術 對 那兩塊之後就全部 吃鴉片 對 吃鴉片打赤術 我看日本人的確是一些暴淚的心態 不是 他的上腦精神 怎麼叫做暴淚 就是比他上腦的 不是的 那些投降全部殺的 是 因為你見這場戰役也是 輸的那邊很嚴重的 是啊 都會殺死的 輸那邊就是 因為你就切腹 切完腹之後 你全部家人 都會全部漢家產 通常都是的 而且切腹不是有資格切的 要是那些高級的 有些切腹 不高級就斬頭就可以了 石田三成就不用切腹 斬頭就可以了 不過老實說 我就見過一把刀 就是一把 小把 小把 我連鎖都不敢鎖 不是 是很害怕的 我怕的 那把刀令我害怕的 在北京那時候打抗日戰爭的時候 很多日本那些武士刀都流落在大陸 有些人偷運出來賣的 那些匯豬 你見實物 打開那個刀鋒 那種感覺 不跟你拿起那一把廚房刀的 有一種歉的 你看到那刀是有點歉的 你覺得那刀不是吉祥物 當然不是 吉祥物 所以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個就是 他們很多人信佛 但是相當相當知 整個文化很血腥 很暴淚 是 也都很優美 尾錦很強 是啊 其實那刀是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我第三次回來 就嘗試去進入正題 可能我們都要講兩次了 之前 因為後面那一句其實很精彩 下次再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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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